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昨天,内塔尼阿湖的发言人正式宣布 以色列拒绝停火,并表示我们将不再接受这种现实 战争不是为了阻止哈马斯,而是我们决定哈马斯必须消失 根据最新消息 目前以色列已开始对加沙北部发动地面攻势 以色列国防军正从三个方向向拜特哈嫩推进 美军侦察机靠近以色列 密切监控战场的局势 拜特哈嫩镇位于加沙地带东北部北加沙省 和以色列接壤是哈马斯一个重要基地 在10月7日的恐怖袭击中 很多哈马斯武装分子从这里出发 很多火箭弹也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每日电讯报程,以军准备对哈马斯地道使用一种新武器 叫海绵炸弹 该物质在使用后会释放大量的泡沫 并迅速的硬化以封堵地道 乙军曾在查里姆基地训练时 系统使用过这种海绵炸弹 哈马斯在整个城市地下建造复杂的地道网 深度达70米 总长度500公里 其混凝土等材料来自盗窃和挪用西方为加沙学校 医院和幼儿园提供的物资 此外他们还从连俄国的救援物资中抢走了用于医疗设施和海水淡化所需的燃料 并囤积起来 因为地道内空气由发动机驱动通风系统提供 如果没有燃料 哈马斯就得憋死在里面 此前内塔尼亚湖的高级顾问 雷格夫曾经表示 以色列不会再允许任何燃料进入加沙 因为燃料都被哈马斯偷走了 以军阿拉伯与发言人阿德雷忠孝则称 在埃及边境拉法固定点附近有一个大型的燃料基地 储存有50万升的柴油 哈马斯控制该基地却宣称没有能力为加沙医院提供燃料 除了在北部发动攻击外 以色列军队还对贝雷杰发动了地面进攻 这里是加沙自然保护区以北 最适合发动装甲攻击的地方 以色列国防军很可能是希望从这里将加沙切成两半 为以军地面进攻担任顾问的美国中将 格林此前建议 应将加沙北部地区划分为数个方块 一个方块一个方块打 看起来这个建议应该会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方针 格林还建议应该避免大规模的巷战 由空军进行高强度的空中打击 再配合特种部队和小规模的装甲力量突击行动 以军目前的作战行动也体现了这种思路 在地面进攻开始之前的大约两个小时 以军炮兵空军海军对加沙发起来自开战以来 最大规模的轰击 以色列空军使用了大威力反掩体砖地炸弹 炸地道 以军最强的大威力砖地炸弹 是美制GBU-28保时路三型砖地弹 使用一根报废封存M10式203毫米自行榴弹炮 炮管做炸弹砖地硬壳体 并带有智能的技术引进能打穿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 或30米厚度土层厚在底层爆炸 以军发言人称目前的军事行动并非正式进入加沙地带 美国消息员则表示 以军进行的是有限的军事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 以色列已经切断了加沙的通讯和互联网 这下哈马斯的表演天团没有观众了 在另一边 美军出动F15战机和A10攻击机 发射JBU-12精确制导导弹 普鲁十四型激光制导大弹 和地域火导弹穿梭轰炸叙利亚的麦亚丁 那里是伊朗圣城旅 及其他伊朗系武装分子的重要中转战 奥斯丁城与加沙冲突无关 这是美国针对军事基地受到攻击的回应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据报道 在叙利亚欧马石油厂的美国居士基地附近 昨日发生了两起大爆炸 九位露面的暴凶发布视频力挺以色列 称其正在为生存而淡 反对死亡邪恶 据称埃尔多安号召土耳其全国各城市的人们 抗议以色列 以支持哈马斯 难以置信 土耳其暴民砸毁了星巴克 流氓在哪个国家都是同一副嘴脸 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迈克福尔城 经过多年所谓俄罗斯和以色列 以及内塔尼亚胡与普京的和解后 俄罗斯过去两周内彻底的将以色列甩在车轮下 希望以色列人和他们的领导人记住这一点 不要再被愚弄 苏格兰首席部长胡姆扎尤萨夫昨天再次批评以色列 对加沙的各种打击 他表示 一个巴勒斯坦人的生命等于一个以色列人的生命 集体惩罚是绝对没有道理的 以色列和埃及对加沙的封锁必须结束 原则上 我同意小游的这个说法 但就像我此前说过那样 真正的悲天秘人 必须建立在让罪恶得到应有的惩罚的基础之上 否则这样的悲悯将永无止境 这个世界从没一场战争可以绝对避免无辜的伤亡 所以才有了战犯这个概念 让那些发动战争的罪亏祸者 真正为平民的血泪负责 更进一步讲 在哈马斯统治之下的加沙 老百姓被洗脑沦为工具人 上层领导争权夺利 把恐袭做成了生意 没秩序 没法治 没民生 如果说内里真的是一个监狱的话 那么 它的建造者正是哈马斯 而非别人 只有彻底清除这种组织及其内在 外在的土壤 才是巴勒斯坦人民之福 以色列国防军宣布 近凌晨 战斗机袭击了加沙地带北部 约150个地下目标 袭击期间 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恐怖分子被消灭 作战隧道地下作战空间和其他地下恐怖基础设施被摧毁 以色列国防军特别指出 以色列安全部队在空袭中击毙了恐怖组织哈马斯空中部队的头目 阿萨姆阿布拉法 阿布拉法负责管理哈马斯组织的无人机 空中探测滑翔伞和防空 他参与策划了10月7日对以色列的大屠杀 指挥恐怖分子乘坐滑翔伞潜入以色列 并负责用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哨搜 这次空袭在短短几个小时内 200多架次的战斗机伸入加沙地带 摧毁了哈马斯恐怖组织在加沙地带地下的150条隧道 数百名哈马斯恐怖分子像老鼠一样被永远的埋在下面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向国际媒体通报了 哈马斯将加沙城最大的医院作为其主要总部的情况 该医院有4000名员工 1500张病床 而哈马斯将医院挖成了地道出口 把医院地下变成了军火库 通讯中心把医院变成了恐怖分子活动的综合体 用医院来掩护自己的恐怖活动 哈马斯袭击完了以色列 然后躲到医院下面 一旦以色列展开反击 难免又要伤到无辜 然后又再赶哈马斯宣传 以色列屠杀平民的宣传素材 这种无耻的行为真的让人觉得可怕 据报道俄罗斯外交部26日称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的代表正在莫斯科进行访问 一名消息人士称 哈马斯政治局成员 穆萨阿布马尔祖克率团 正在莫斯科进行访问 随后普京表态 危机可能影响中东以外的地区 巴勒斯坦方面26日表示 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 进行了数小时有限的进攻 以军声明说 此举是为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俄罗斯约旦等国首脑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 以实现加沙地带停火 俄罗斯总统普京25日表示 新轮的巴以冲突已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 是一场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 打击恐怖主义不能按照集体责任的原则 无辜的人不应为他人所犯的罪行承担责任 当前主要任务是制止流血和暴力 否则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将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甚至可能影响中东以外的地区 真不知道他怎么有脸说这种话 自己发动几十万的军队对乌克兰进行侵略 找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乌克兰有新纳粹 打死打伤几十万人 就是为了去抢乌克兰的领土 他怎么有脸说以色列在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此前哈马斯表示 要拿所有的两百多名人质和以色列交换六千名的哈马斯战士 而且是以色列先放人 哈马斯再把人质交给第三国伊朗 这算盘打得真响啊 既然以色列下了决心了 要铲除哈马斯 相信也不会接受这种谈判条件 哈马斯的高层也将会在惶恐中度过余生的每一天 大俄现在自身难保 根本没能力再虚大组织力量去钳制以色列 现在估计啊 谁也救不了哈马斯了